中国海警日前登上金门观光船领检调动两岸敏感神经 惊吓于船翻覆意外 中国对我国外岛施压 除了海尖船闯入金门近千日水域 如今连马祖外海也开始紧张 根据中国港口网船舶资讯 21号下午4点左右 一艘中国1500吨级海尖船出现在南港岛西方约5.7里的海面上 另外还有两艘较小的海警船出现在南港岛东方还有西南方海域 其中一度距离南港岛东南方井5.5海里 南营立委爆料 这些船只闯入马祖近限制水域内 但海巡署说都在限制水域外 都有一些海尖船会在我们的一个离岛周遭的一个巡行 因为毕竟我们的马祖金门毕竟距离中国大陆太过接近了 那就像现在也有人说到 在未来或许甚至会蔓延到这个澎湖那边去 那德罗伊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逼迫来去施压 目前的民进党的政府 中国动作频频 近来海巡署查气道的中国无船民无船舶证书 无船港登记的三无船舶越来越多 近5年我方驱离中国非法越界的渔船6000多艘 近三成都是三无船只 中国向来也是严加查气 还向我方寻求合作家乡取缔 对照如今国台办满横批评我方的做法 可说是自相矛盾 那基本上我相信对我们台湾而言 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想要说去升温的一个动机 但目前会面对人家感到质疑担忧的就是 北京是否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世界 来去做政治操作 来去做一个升温 然后进一步的去否定我们中华民国的治权 是谁在片面破坏现状 是谁在政治操作 也是中国 中国利用这个个案 无限上纲 要模糊了1992年 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以及国防部行之有年的 禁线建海域的认定 这是历史事实 这是现状 这不容抹灭 中国海警步步进逼 离岛禁线至水域纷纷拉紧报 我方如何应对成为一大考验 明天新闻综合报道